第五点,鱼器它钙化,它也有阴阳面之分 下面还来看这个,像这个鱼带沟 它整体说这样看的话 可能就是当时在图里边,就是这个状态埋的 下半部呢,就可以说它是一个阴面 而上半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阳面 这个阴阳面呢,也不是单纯的一个平面而言 像圆雕的东西,或者立体的东西啊 像现在看,并不是说这样一个平面 这是阴面,这是阳面,实际不是这样的 因为坑内的环境,它是随时变化的 包括地震啊,包括东西烂了,沙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变化,对骨肉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这样你看,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像这一件吧,也是 我们可以理解,从这儿往下半部 可以说这是个阴面,上半部可以说是个阳面 同样这个阴面呢,受地底下的环境影响 它造成的轻重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盖化的程度,或者沁色,或者突咬土石等现象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同样你看一下这一件 这一件是一件西汉早期的初阔黄,又黄 这个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边是一个阴面,这边是一个阳面 当然通体都盖化了,并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低弯 它盖化完了以后呢,受到外力压弯了 这个是用灯光打,是不透的 出现了阴阳面 你像这一件龙山文化的B形器 或者是叫鱼隔,隔形器,鱼隔 可以这么理解,它当时可能是这么倾斜的 整体看下半部可以说是阴面 上半部可以说是阳面 这个已经很好理解了 再想一看,这是一个龙山文化的剑形式 跟一把剑一样,叫剑形式 可以看出底下这一块呢,它已经盖化了 可以理解这是一个阴面,这是一个阳面 或者它们出现这种倾斜的位置 因为这边青色呢,相对这边要重一些 这个阴阳面是都会有的 第六点呢,就是盖化的玉器呢 在我们盘玩的时候,这种盖化部分 它会慢慢还原回来 就是还原回玉性 特别是像这些小的东西,薄的东西 特别是大家说,大家在弯一架很薄 几毫米的一块小玉壁的时候 即使它发生了盖化 有可能你盘带着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它会慢慢变得很通透 就是说盖化的玉器呢 它是慢慢会还原的 因为盖化呢 这就是讲到盖化和分化的区别 为什么盖化的东西它能还原呢 而分化的东西还原不了呢 首先,盖化的东西呢 它是氢氧机油里 剩下纯的硅酸盐 因为当时是在这种冻穴也好 这种砖室也好 这种墓葬里边 或者是纯土坑的墓葬里边 它是在隔绝氧气的情况下 自然变化的 而分化呢 是在大自然界中 就是裸露在自然界中 经过风吹日晒 而慢慢形成的 另一种物质的一种皮 这叫风化 我们说的风化 就是它存在于大自然界中 氧气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显色杂质 包括这个日光啊 温度啊 给它施加了一些外界的条件 就是这块预料啊 整个表皮的物理性质 完全改变了 物理和化学性质完全改变 变成另一种分子结构了 就是没有预性了 而我们的钙化呢 是慢慢形成的 它这种分子结构没有改变 改变的只是它的状态 所以说在我们盘玩的时候 我们给它施加了一些养分啊 包括一些水分啊 它会慢慢还原回来 这就是钙化和风化的区别 所以说钙化的预期呢 就是在玩的过程中 它能还原回来 像薄的东西 短则可能两三个月 或者是一年半载 这些钙化的厉害的 后点的东西呢 可能要几年 甚至几十年 慢慢都能变回来 这就是钙化和风化的区别 实际上就是 大家在玩的过程中呢 慢慢积累一些经验 其实钙化和风化呢 其实很好判断的 风化的东西呢 相对来说比较死 就是说它这个断面也好 跟又结合的这一部分 相对比较死 并且做出来的东西呢 看着很干 没有油性 而钙化的东西呢 不光是很有油润性 而且它的变化是有过度的 变化自然 同时呢会伴有其他几种现象 像沁色呀 小的牛毛猎呀 包括一些土石土咬 灰皮的现象 是同时存在的 而这个风化的东西呢 顶多就是里边带点沁色 就是在埋藏的过程中呢 有可能这十年埋在土里边 形成了一定的沁色 后十年以后又露出地表 经过风吹日晒 形成了风化 第七点呢 就是盖化的部分呢 在刚才讲了 就是说盖化的部分呢 用灯光打过 像这一块吧 前半部分用灯光打过的时候 是不透的 但是过度的这块地方呢 它仍然是通透的 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并且这种盖化的这一部分呢 整个通透 它会说有 就是说颜色上它会发 相对比较红 或者是黄 或者是灰的颜色 就是这是因为它 在土里边的时候 它不光是盖化 同时还进行了其他的 一些物理的化学的变化 所以说你当灯光打过的时候 它会呈现出 在土里边形成的这种颜色 而风化的东西呢 打个比方说 它上端 你来这一件 假设说它是风化的一件东西 上面是风化 底下就是浴里边的原材料 这个当你灯光打过的时候 基本上这块料 底下透的这块料 它是什么颜色 灯光打过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是什么颜色 它没有就是说 很强烈的颜色变化 这是盖化的一个特征 并且它这种灯光打过的时候 它这种交接的地方 这种颜色的变化 它也是有浓淡之分的 它是慢慢慢慢过渡过来的 第八点呢 就是盖化的预期呢 同时会伴有什么现象呢 伴有地弯 或者是氧化凸起的现象 这个呢 刚才我们看过的 这是一件西汉的 西汉的一件出口臂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发生弯曲了 它盖化的同时 还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再像这一件 可以很清晰地看得出 它已经上翘了 盖化的这一部分 已经弯了 中文字幕kel laid out 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出 由于是 对 那一部分 这个 这边